我們想到如何處理童年和以往所帶來的陰影 以往的傷害 我們之前已經講了幾樣 我們現在講過敏 而我講出一些反應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有沒有有時會對人過敏 譬如說 我們講到這個情況 譬如別人比自己厲害 譬如有一個人 你們兩個在這裡 其實人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譬如說 你看看你哥哥多厲害 他考入大學 你呢 中學都讀不完 你怎麼可以呢 譬如有一個人這樣說 或者有時他沒有說你 他只會說 哇 你哥哥真厲害 他每樣都厲害 讀書也厲害 爸爸媽媽又喜歡他 很疼愛你 很疼愛他 你坐在這裡 完全他提也沒有提你 你的心會不會有種敏感 為何他這麼說他厲害 我的感覺如何 他不應該這樣做的 但人有時會這樣說 譬如像上班一樣 老闆一直稱讚一個同事 你一直聽的時候 經常稱讚一個同事做得好 可能他真的做得好 但我們的心會很不舒服 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當然是人性 但有些人會特別強烈 因為他從小時候 他父母都是很時時的 批評他、比較 令他覺得不舒服 所以當我們有這種情況 是需要處理的 那你怎麼處理呢 其實是很多方面的 譬如說 有人說 別人比你強烈 那你的心會如何處理呢 第一 就是我們在聖經裡相信 我們是 君主的祭司 是屬神的國度的子民 是神所挑選的 我們是要榮耀神的 即我們的心裡面就說 我們是寶貴是重要的 而另一方面 我們需要建立我們的自我形象 譬如說 你真的能幫到人 你真的生命有提升 你真的能夠跟別人交往 能夠影響到別人 能夠幫助別人 你侍奉能夠幫助別人 你做不同的事 能夠幫助別人的時候 你的自我形象就會穩固 就是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相信神在你身邊有計劃 第二方面就是 我們的自我形象是穩固 因為我們發覺自己可以學習 當然一定有速度的 有快又慢的 而有些人真的 在某方面是聰明一點的 那我們會不會繼續受影響呢 好了 如果不處理就怎樣呢 不處理就 這個人真是壞 人家經常都稱讚他 我真的希望他 有些事情發生 讓人知道他其實不太好 人有時會有些負面的想法 或者總會覺得 我還是沒用的了 我要放棄了 其實這些陰影在我們心中 我們需要反思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說的 不只是說了內容 而是我們反思 我們會不會當有人讚領另一個人的時候 很不舒服 或者有人告訴我們 你做得不夠好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不舒服 我們會覺得心中會覺得 我真的沒有人喜歡的 我真的做得不夠的 這個感覺 長期在心中 是會蠶食我們的內心的 會令到我們覺得 我還是沒有用的 我還是做不到事 我還是沒有人喜歡的 會令到我們自己 天天都在 在一個不開心的狀態 在一個自卑的狀態 當這樣的時候 生命是發揮不到的 但是在神眼中 怎麼看呢 對比了 神眼中是怎樣 每個神都可以給大的能力 因為聖經說 我簡選世上餘絕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簡選軟弱的叫強壯的羞愧 就算明明我們是不及人的IQ 這個智商不及他的 明明條件不及他的 但是神可以叫我們滿有神的能力 但是有些人就說 不過我真的沒有神的能力 我又沒有 我世上的能力又沒有 神的能力又沒有 那時候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真的只靠耶穌 我靠耶穌得勝 我靠耶穌去能夠相信 神是看重我的 而我做神吩咐的事 我去關心人 去幫助人 全壤福音是神喜悦的 就算在世人來說 覺得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我這樣做的時候神喜悦的 有時有些人是特別容易傷害人的 我以前認識一個人 其實不只一個人 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說話會令人很不舒服的 試過有一次 我跟他一起 其實幾個人一起吃飯 說到 Certified Accountant CPA CPA 他說CPA 我問CPA是甚麼 CPA也不認識 他立刻這樣說 不是每個人都是生意之類的 不懂就不懂 但他們是會有這種說話的方式 當時我真的覺得不舒服 但我跟自己說 其實每個人當然有些是不懂的 如果我說一些神學名詞 他也不懂 但是這個人就覺得我懂的東西 你不懂 他就覺得他比你厲害 但是在我心裡 在神眼中他算得甚麼 其實 但我又不會踩下他 我只是想祝福他 但我不要讓他踩下我 不要讓他令到我 覺得我自己不及他 這就是世人都會有的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經歷 有些人 他的言語行為 令到你覺得不舒服 因為以往 從小到大都會有這種比較 真的 無論在家裡 在學校 在朋友之間 都會很多時候 比較 朋友的比較 更加影響年輕人 因為朋友之中 不受他玩 這個人沒有人喜歡跟他玩 有一個人很受歡迎 人人都喜歡跟他玩 那時候我們會覺得不舒服 那麼這件事如何建立呢 就是在神裡面才建立 因為用世人的方法 世人的方法 你要夠厲害 夠條件 做得夠成功 才能夠被歡迎 但是在神裡面就不是 就是神挑選 總之依靠他的人 親近他的人 聽他說 說榮耀神 能夠得福 我以前曾經試過 有一次在教會 有一個婆婆進來的教堂 她走過教堂 有一個信號 她進來 我跟她聊天 她說給我聽 她如何熱心傳呼音 她看到人就經常傳呼音 我聽她說 我覺得她很火熱 即是一個婆婆 但她很火熱 我便即時請她 在崇拜裡面分享 我說 我待會有崇拜 你想分享一下 你如何被神激勵 如何傳呼呼音 以人的條件來說 她已經年紀大 她身體又不是那麼強壯 但是她那種心的火熱 是令人羨慕的 所以我們追求的 就是在神裡面那種 平安、喜樂、有信心 但是有些人說 我又是沒有那樣 那怎會有呢 就是我們深信 我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 每天都告訴自己 我一親近神就歡喜 我讚美神就歡喜 我尊重神 神就歡喜 我榮耀祂神就歡喜 即是時時去告訴自己 神是歡喜的 神的歡喜 就會取代了人 即是要有條件性的那種歡喜 我有神時時歡喜 希望大家都將這種東西裝滿自己 譬如我作為牧師 我對比 我未做牧師之前 我未讀神學之前 在當時的教會 是很受歡迎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 很有創意 有時有分享 人們都覺得很好 但我做完牧師回來 感覺是非常不同 因為當時有個童工 在背後批評 向我太太批評 然後我太太向我發脾氣 我以前的太太 不是這個太太 我當時真的很難受 很大壓力 我已經很想做好 但我做得不及他所要求 即是有些人所要求 所以當時的感覺 是在一種壓力之下 因為當我們要滿足 我一個人的要求 是很難很難 所以我們如果發現 你周圍有些人 總是會比較你 或者是評估你 看少我們 淪亂我們 我們的心 就一定要分辨 即是說這個人 他總是會這樣做 他總是會容易傷害的 我給他傷害 我一定會不開心 輪斷人的必備輪斷 神一定追討他 我只是想祝福他 我深信 我自己只要我聽神的說 就算我把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當我們心裡裝滿這些 神的喜悅 以及我們建立自己的生命時 我們就會不受這些人的影響 看看下面 別人比自己更加被關顧 就像下一個圖畫 有一個女孩子 她有了一個弟弟或妹妹 媽媽多了一個弟弟或妹妹 她就沒有什麼關顧 她就很不喜歡 以前爸爸媽媽 經常都給了注意力給我 我要什麼她立刻給我 她立刻很關顧我 現在多了一個弟弟妹妹 她現在就不再理會我了 她的心裡就會受傷害了 即是覺得別人 那個人這麼喜歡 我們在耶穌裡面就說 神,我們是寶貴的 就算人對我們不太好 但我知道神對我好 很多人都跟我說 我回到教堂 又沒有人關心我 那些人開始關心 現在又不關心 所以他們就覺得 已經沒有了 現在覺得很失望 在這個教會失望 那麼這件事如何處理呢 其實在一個群體之中 我們必然是我們都付出的 沒有可能 一輩子都來到 每個人都歡迎你 關心你 你有些什麼 原來你剛剛有些事發生 我們關心你 為你討告幫助你 有些人 你近來怎樣 經常都問候我們怎樣 沒有可能的 為什麼呢 還有很多其他人 現在人人都想人關心 人人都想人關心 而他關心你的時候 可能也未必得到一些回報 即是他關心你 幫助你 但你只是 只要承認 即是當那件事是應該的 變成了 他又沒有這種動力 所以在教會裡面的互動 正如在家庭一樣 那個人投入不了家庭 根本很難家人會對他好 一定是大家互動的 一定是互相關心 互相幫助 有時你說 我付出給我收得多 其實在基督徒來說是有福的 因為神會紀念我們的付出 當我們真的關心人的時候 我們總會有人關心我們 總會有人善待我們 我們的生命就會得到滿足 亦一定會有相當的人 我們可以跟他溝通 可以交往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就是不要被別人的缺少關顧影響 亦有很多人在夫妻關上常有的情況 就是用對方有沒有關心自己的東西 來量度對方有沒有愛自己 這件事是有時都可以有很大的壓力 有時有些人會覺得 你又忘記了我的生日 你又忘記了我有病 漢圍即是說你不要關心我 這樣就可以造成一種壓力 當然應該記得 但是人們會忘記 因為人們真的會自己的東西很記得 自己想做的東西、買的東西 一定會記得的 人們想買的東西未必記得的 人總是會關心自己 但是我們願意付出更多 我們對人的關心家人、丈夫、太太 自然家庭會更多愛 或者別人忽略自己 很多時候就會敏感 我收過一些投訴 就是我第一個教會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主任牧師 牧師就說 有些人說你走過又沒有跟他招呼 那我就記實 這個牧師很好 跟有些同工不同 有些同工會怎樣呢 對,他是這樣的 這樣就加強那個負面的感覺 那這個牧師就跟我說 因為他很心急要做他的事 或者他很注目在他要做的事 所以他就這樣走過 也有時候一群人在教堂那裡 你走過來 有些人會招呼 有些人也不會招呼 所以作為牧師 有時候可以給別人一種壓力 但我自己來說 就是說我去招呼人是應該的 令到人覺得被接受 被關心是好的 但是總有脫漏的 總會有脫漏 我們自己也去調教 我自己也調教 也不受人的影響 人們忽略 即是說 有人忽略我們自己 我們不代表我們沒有價值 有人不記得我們 不代表我們沒有價值 我們關心他 反而得到 對他好 善待他的神喜悦 而另一種敏感 就是別人提議什麼都 就覺得他有批判 即是說他提議什麼改變 你即是說我做得不好 我們就會很自然反應 你有沒有發覺 你留意有人提議的時候 你總是會說 不行了 做不到的 那我自己也留意我自己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以上就說到一些情況 我們會敏感 很敏感 對於有些人很敏感 例如上班同事 有些人經常都不理睬我們 我們就會說 這個人當然不喜歡我 對於有些人對我們的態度 我們就會受影響 我們會不會想 我們走過就招呼他 見親他就招呼他 我以前也試過 我做了牧師之後 因為我要開一個新的事工 在外國 我就去學院木課程 以及去醫院做 在醫院做是困難的 工作不難 但因為那些不是基督徒 他們知道我是牧師 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他們不會 好像很不想理睬我 但是我走過時 我每個人都叫 我都記得他的名字 每個人都叫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就是早晨 你好 總是關心 那時候 就算他對我沒有什麼 但是我總是對他好 有時他們的態度都會很冷淡 我明明招呼他 他是很冷淡的反應 不過不要緊 我做了應該做的 這就是勇敢的德性 我總是建立關係 我離開之前 有一個護士也跟我說 他說 他說 你在這裡真的天天 每次都會招呼我們 我覺得很舒服 但是從來沒有人說 在那裡 我想 我忘記了有多久 是三年的時間 可能 是他一個人 這樣告訴我 那麼久都沒有人告訴我 不過不要緊 我只要做了 是神喜悅的 那麼我們也求主幫助我們 就是說 我有平安的 在神裡面平安 有自信心 我做的是神喜悅 我也盡量去祝福人的時候 就算有些人對我沒有那麼好 也不要緊 那麼大家反省一下自己 有些什麼地方 這些需要醫治的 有些人不關心我們 有些人傷害我們 我們就受落了傷害意志 很容易受傷害 有首歌 《容易受傷的女人》 很容易受傷害 人家一句話 就馬上 很傷害 就馬上回家哭了一段時間 就覺得很痛苦 人們都不喜歡我們 這樣做人 做基督徒也很難 其實人們都沒有什麼關心人 人們基本上 不是 很多人是沒有這種真正關心人的心 人只是什麼呢 他喜歡跟他一起玩得開心的人 你看上班也是一樣的 他們那些好朋友 他們當然是在一起 他跟你三不識七 沒有什麼興趣的 人都是傾向於這樣 我們接受人是這樣的時 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影響 下一件事就是 怕人逃避人 就覺得有些人很強勢 怕再受傷害 有些人說話很硬 很強硬 就怕了他們 不敢跟他們聊天 我作為牧師父 很多時候都要處理這些事 第一就是有些人 說話會傷害人 我又需要跟他們聊天 而又要留意不要傷害到他 他是傷害人 我不可以傷害他 而去跟他聊天 因為 耶穌說的是什麼呢 當有個弟兄得罪你的時候 你是一個人跟他說 然後不行的時候 你找兩三個人一起 然後再不行的時候 找教會跟他說 聖經教導是直接跟他說的 但這件事在我侍奉那麼久 我發現是沒有人 當我問他 有時候有些人告訴我 他說這個人不採訪我 以前在教會有這樣的 他是學生 他說他在教堂就採訪我 回到學校就不採訪我 因為在學校裡面 有些人可能會受歡迎一點 有些人不受歡迎 他不會 他覺得在那裡跟你招呼 就是我降級了 我不會跟那些 在學校不受歡迎的人交往 那麼他又說 這個人很假無為善 為什麼他回到教堂就會招呼 但是在學校就不招呼呢 那我要跟他談的 那我就跟這個人談 那我跟你跟他談的就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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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行 不行 我未曾試過一個 好好的 沒有人說好的 個個都說不好 是要求求很久 我們在耶穌裡面 我們應該處理的 應該大家一起談 跟那個談也是不願意的 他們會加一些說話 他不會改的 他是這樣的 他講的東西 或者是不真的 總是有很多這些說話 我發現人是很難面對 那些難面對的人 而我自己也有時候要面對這些人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是阻礙事奉 或者對人不好 我都要跟他們聊天 譬如在非洲那裡我處理 我亦都要跟一些牧師說給他聽 我要收到肯定的證據 那些錢用得對的 是一個好的管家 所以我不能夠逃避他 我要勇敢地 但是柔和地 英文有句就是 就是堅定 但是很柔和地 那這個真的很難 我跟太太身上 我學到的東西很好 因為她也要處理很多人的事 她總是會欣賞他 然後逐步去幫助他 面對他的事情 她也會知道 這個時候面對這件事 別再面對 日後再說其他 她會想得很清楚 想對方的感覺 怎樣去處理 所以我有時候聽到她說 有些情況 我都在她身上學習 我希望大家都會想到 總是說一些溫和的說話 接納的說話 欣賞的說話 那個人就會更加容易跟她溝通 這個不是一種 好像先哄一下她 給她吃糖果 然後再給她吃辣 總是真是欣賞別人 我們就不怕跟別人面對溝通 有些人就很怕 於是很容易就說 我這個人不再見了 我避免他了 我不再跟他聊天了 那就會造成 違反了聖經的吩咐 因為聖經的吩咐是叫我們愛人如己的 當我們因為有些原因 覺得這個人對我們不好 於是我們跟他斷絕來往 就做不到愛人如己 耶穌說什麼呢 沒有做在我的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我身上 所以我們有責任做在任何人身上 譬如傳福音都是一樣的 傳福音的人可能不理睬你 不理睬你 可能你的心 他當然不理睬我 我當然不理睬他 但是當我們想一下 我們可以影響他 我們依然有愛心 依然善待他 那時候我記得 曾經我住在新界的地方 在那時候的教會侍奉 是住在村屋 有一次走過 有一個 看到桶桶水 桶水裡面有什麼呢 是很多的結缺 就是炆的幼蟲 是很多 我就將它一桶桶倒了 接著有個婆婆走出來 我的水是肥水來的 用來灌溉用的 一直罵我 我問對不起 我可以做什麼 他就把水放給我 但是這個也不行 放水也沒有用 有一次我和太太給了一隻種 他之後的態度又不同了 謝謝主 我也很感恩 一隻種 跟他的水的價值都 可能他的水價值更高 不過在我們來說 是不合衛生的 是不應該有這件事的 但是我依然通知政府 這裡有人放了一桶桶水 雖然他覺得是一個私肥的方法 但是對於周圍的居民 是一種危害的事 我說那裡是有人 將一桶桶水放在那裡養蚊 就是灌溉的 是不可以容許這件事存在的 一方面是善待人 但另一方面我們都要按公義 什麼叫公義 即是不怕他 但是依然善待他 其實這些情況我經歷了很多很多 我曾經說過 這個傳道人在背後批評我 我是刻意和他和好 刻意善待他 到今天為止 雖然已經不在一起 我是刻意善待他 這就是我們的心 總是善待他 不要計較以往發生的事 好了 下面講到 就是我們的處理方法 其實強勢的人都有懼怕 其實強勢的人很害怕 他們都曾經受傷害 那些罵人罵得很大聲 很兇的人 其實他們是受過人的傷害 而愛神的人是有神保護的 神一定保護我 我聽神的話 神一定保護我 人不能把我放在那裡 所以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他幾覺也好 如何惡法 我都不需要受影響 我曾經說過 有一個人 有一次他找了一個牧師 指控我 在我心中我立即分辨 其實他接受不了聖靈的工作 不代表我是錯 我也不需要強迫他 其實當時我並不是強迫他 不過他跟我一起去見一個牧師 我便說了一句話 我便說我的侍奉是復興人的靈命 這個人聽到他便覺得很不強 別人的教堂那麼大 你復興你的教堂有沒有那麼大呢 於是他便找另一個牧師跟我對質 但是我一聽到他便不再放在心上 我覺得是他的問題 他不能夠接受 基督徒的侍奉可以是復興人的靈命 他不接受這件事 他以為教堂大的人就是愛主的 不是一定愛主的 他一直說 我心中一直說不要緊 他一直平復自己 不要緊 不用介意的 他便很生氣 但我一點也不生氣 最後跟一齊的牧師出來 那個人走了之後 他便跟我說 兒牧師你真的很厲害 他一直說你 你一直都沒有東西 我便是輕鬆得性的教導 我不會將人的攻擊的說話放在心上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因為我有神幫助我 神一定會祝福保守 而那些人攻擊人 是不會有神不喜悅的 我亦都不希望他不喜悅 我最近見到這個牧師 我都跟他說 我都想跟他再聊天 我想跟他聊天 去祝福他 說一些好的話 不過他現在健康狀況 可能都未必那麼好 因為年紀都大了 總之在我心中 我會這樣看 在神眼中 我們每個人 神眼中是看到甚麼呢 你有多愛他 你有多謙卑 他不是看你有多厲害 他看你有多願意給神使用 你有多關心人 神就是喜悅那些人 神喜悅你 他一定祝福你 而有些人很兇 在人眼中是很兇 但在神眼中他是靈的 他甚麼都沒有 其實他要接受神的審判 或者即使是基督徒 神不起於他所做的事 他雖然很兇 但他不是架勢 他不是聰明的 他在神眼中是負數 當我們看得懂這件事 我們就說不要緊 沒有受惠 他跟我說甚麼都不要緊 不用放在心上 他一直說 我心一直處理 我可以看著他的眼 在我心中是沒有憤怒 我亦都不激氣 我亦都不要報復 我真的很平安地聽他說話 最後我還是說一些祝福的話 希望大家都能夠學習 Alex 你去看看為甚麼不動 希望大家都去反思自己 是否我們都容易受這些影響呢 其實這些主題 我們慢慢給大家反思 是非常好的 好了 我們講完這張文章 我們不講了 人是怎樣逃避人和關係呢 先說到人會怕人 會避人 怎樣避人法呢 第一就是避人說自己的感受 很多人都很怕說自己的感受 即是說 小朋友會說 很開心啊 很喜歡見到你啊 這些是感受 但大人覺得很醜怪 我喜歡 或者我不開心 我記得當時 我受這個軟木課程訓練的時候 有一次 因為我們有幾個同學一起 我們會有小組 又有一對一同的老師 因為老師很好 有觀察力 他教了我很多好的東西 有一次我們開組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他是講粗口 講粗口 然後老師就問我們 問我 即是 他可能逐個逐個都會問 當時他說粗口 你有甚麼感覺 因為我們受過訓練 感覺就不是說他是錯的 而是錯的 這是思想 判斷 即是 英文就是 I think it's wrong for him to do that 是錯的 這是思想 感覺是甚麼呢 不喜歡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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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委屈 心裡不停 這些就是感覺 即是心的那種反應 我知道我不是要回答他 他是錯的 那我就想了一會兒 我想我當時是有生氣 那老師很強烈反應 立刻站起來 身心過來 恭喜你 我用英文說的 恭喜你 你能夠作為一個 牧師 一個 男性 和還是一個 中國人 是會承認自己生氣 他說幾件事 他說 通常牧師是不會承認自己生氣的 第二 男人是不會承認自己生氣的 第三 中國人是不會承認自己生氣的 即是都是收藏感覺 他就恭喜我 他說 你能夠說出你是生氣 那麼 生氣不代表我一直生氣 不過當時的反應 就是感覺是覺得有生氣 就是有時候會有些感覺彈出來 我會立刻處理 譬如當時我探望病人 我發現我有些悶 病人真的很悶 為什麼呢 你跟他說十句 他可能回答一句 又小聲地說 又不太聽到他講什麼 又問問他 你說什麼 真的很困難 但是我們逐個逐個都要這樣去聊天 是有些悶的感覺 那我就留意到 我有些悶 有些悶 那我就想到一件事 神讓我想到一件事 將來上天堂 神都會問我 不只是做牧師的職責 你做院牧的時候 你經常見到病人都悶 你坐在那裡嘔吐吐吐 你都沒有心機 你都不要盡責 那我想一下 是的 我對他悶 我還是不好的 那我就試試學習一些 慶高彩的 開心點見他 讓他見到我 很開心 有一個人 在病人來說 是開心的事 但我希望大家 你見到那些 周圍的人 如果是很悶的人 很悶的人 沒有什麼興趣 跟別人說話 經常都不開心 嘔吐吐吐吐 你見到他 會不會覺得悶 神有一天都會問我們 我留意到 原來我見到那些人 我就悶 我不喜歡見到他 那我就需要處理 那我就說 雖然他悶 不過我不要悶 雖然他悶 我依然是開心見他 他就會見到 耶穌的兒女 是開心的 那這個就是 能夠去說出感受 我和太太有時候 他都會問我 他經常都問我 你今天覺得怎樣 他這個很關心 總是關心我 今天的感受 都會令到我反思 我自己的感受 是什麼呢 有些人 我們在輔導的時候 跟他講感覺 他總是 講來講去 都是說不出感覺 這個都是 有些人比較封閉一些的 好了 另外就是 避免分享自己 多些說別人 比如有些人 走在一起說什麼 不是說自己 哪個明星 哪個三姑六婆 哪個新聞人物 就講這些 因為這些不埋身 很容易講 很多人溝通 就是講這些 也有些基督徒 講教會的人 不是講好 當然是說他不好 傳導人又不好 這個又不好 一講那些就不埋身 他不會說 我真的有罪 我真的要悔改 我真的要對別人好些 他不會說這些 他總是講離身的事情 以及逃避關係 好像旁邊走下的圖 不想 不想答 不想說 不想關心 不想回應 這就是逃避關係 所以造成很多問題 以及逃避講自己的弱點和問題 就是做錯事就不敢說 這件事我看來看又很特別 有時候他說 我今天論盡了三次 每次八個小時 即是經常都論盡 即是他會說他自己論盡的事情 然後他會說 不是八個小時說 譬如他賭卸了些什麼 做錯了些什麼 他又很開心地告訴我 我看到多數人都不會這樣 甚至我自己也是 我做錯的事情 都不是很開心 但是他會好像很有趣 我今天又賭卸了些什麼 做錯了些什麼 論盡做了些什麼 這也是他的安全感 因為他家人可能給他很多安全感 他自己又建立了很多安全感 所以他不怕說自己的弱點 然後避免和人處理問題 當人際有問題的時候 是不敢說的 對方一定會不喜歡我們 即是覺得 但是怎樣說 能夠建立關係 一定是 經常都盡量建立關係 欣賞 然後 有些問題要處理的時候 是說出 我現在說的問題 不是針對你 我們只是想找個解決方法 我想怎樣 可以關係更加好 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這也是勇氣 就不是逃避 所以今天 我們說了少許 但是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深入一些 就是我們思考 我們有對什麼敏感 以及我們有逃避這些東西 我們都可以反思一下 反思一下 求主耶穌帶領我們 我感謝主 昨天晚上 其實我多數的夢是不實際的 我做的夢是夢幻的 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我昨天發過夢很特別 我帶人去等候神 還告訴他們 那些意念不是屬於你 他們走進來你那裡 很多時候是神跟你說話 即是我在跟那個人說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我醒了 為何會發這個夢呢 可能神叫我今天帶你們等候神 去思考一下我們有些什麼 需要處理的 因為不想大家睡著覺 我最好站起來比較好些 可以大家來到前面 在神面前 首先我們親近神 然後我們安靜自己 首先我們親近神 先等候神 首先我們親近神 先等候神 先等候神 這是資料來的 用花我心 用花我心 找求成你 改變我 找求成你 充滿我 恨求死你 死放我 恨求死你 拥抱我心 恨求死你 改变我 恨求死你 充满我 这个唱的时候真的让神释放你 恨求死你 死放我 恨求死你 拥抱我心 恨求死你 改变我 多谢天父 神的里面是最柔和 神被人顶撞无数次 就算基督徒都时时顶撞神 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 神是不会受我们的伤害 我们多谢神有这么宽容大量 但是我们自己就很多受了人的伤害 很多时候觉得很委屈 而主帮助我们 在神里面得着医治 预求个神 跟悠寡 成为也终于我 尊与我 尊与你 死放我 尊与你 死放我 尊与你 死放我 聖灵勇发我身 恨够聖灵改变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你这么美善 多谢天父 我的心平稳安静用诗调的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再贪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稳安静 你可以想象自己 被耶稣抱住 可以做个BB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再贪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稳安静 耶稣说我牧者 他有看顾我们的 我便不知缺分 他是我堂我在清草地上 立作的爱也能 我便不知缺分 他是我堂我座 这一阵的大家安静在神面前 你问一下耶稣 有什么耶稣想释放你的 有什么伤害 有什么人的造在你身上 令到你很敏感 令到你很逃避 令到你的心里面很害怕 你让神向你说小话 主耶稣 你又和谦卑 抹伤的奴违你不会截断 和张残的灯火 令你不会吹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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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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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神向你講一句話 帶領你 在心中的傷害 那根刺 那些痛苦 以致我們一生有很多事 有很多憂傷 很多壓力 很多煩惱 耶穌 我需要你 醫治我 你將你的 耶穌給你想到的痛苦 帶到耶穌面前 主耶穌教我 如何 首先和你得到安慰 你想像耶穌現在擁抱你 耶穌可以醫治你 安慰你 C 調 這首歌是英文歌的 My peace I give to you 耶穌的平安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耶穌教我給你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耶穌教我給你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give 耶穌教我給你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耶穌教我給你 这是耶稣说的说话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 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give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Peace to give Peace to live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你将你的困难说给耶稣听 耶稣来安抚我的心 围绕着我 安慰我让我知道 我爱你就救了 我医治你就救了 我医治你能够救你脱离这些困苦 叫你不会活在痛苦之中 叫你不会活在压迫之下 叫我们活在轻省平安的里面 因为耶稣是赐平安的神 凡劳苦丹重丹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唱你那首歌 好啊 劳苦丹重丹 你可以轻松得四月丹 劳苦丹重丹 你可以轻松得四月丹 劳苦丹重丹 是开始的首歌 开始的首歌 这首歌 Alex转到后面 去枪头的首 最后一首歌 要快要快 我真的要 ADHD 以前时以圳 Leadership 镜头在你前面 欢呼喜乐 教我数损 我们日子会天 维要祢明 耶稣 耶稣 我维要祢明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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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维要祢明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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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维要祢明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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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维要祢明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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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维要祢明 以至我们不再那么敏感 以至祢说 人家对我做什么都不重要 你化解以前人对你做过的事 是否那些人欺负你 伤害你 批评你 代表你没有价值呢 你能不能相信在神里面你有价值 并且你可以重建你的生命 主耶穌幫助我們 那些惡人傷害你的人 並不代表祂比你厲害 但是我們可能被祂踩扁了 以後都起不回身 但是我們說 神啊 我是可以靠著祢 來提升的 我是君尊的祭司 屬神的子民 聖結的國度 叫我們能夠宣揚那召 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們是很尊貴 有此幫助我們 把我們心中的傷害 那些人的傷害 本來是在心中的 你說神啊 我將祂吹出來 掃一下心口 將那些重疹掃出來 那些影響我地方 神啊 都可以離開我的心 讓我得自由 讓我得自由 全然的輕省 不再介意 還有我是寶貴 我是尊貴的 主耶穌可以將以往的傷害放手 但這一陣子你就想著耶穌 你看看耶穌對你說什麼說話 嗯 嗯 嗯 因為想著耶穌多麼愛我們 然後呢 讓神 向你講說話 將那些神對你的意念發出來 將那些不平的感覺釋放出來 有些心懷不平 祂叫我們不要因惡人心懷不平 以致犯罪 讓我心 輕省 哦哦哦哦哦 主耶穌是最美善 祂能夠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朝華觀與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 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使他們稱為公義樹 大家跟著祂為公義 多謝天父 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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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釋放我 釋放我得自由 叫我得自由 不值得因为人的缘故而压住 心不需要因为他们而压住 感谢主 感谢主 耶稣 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